据环球网7月14日报道 7月14日上午7时左右 中方企业承建的开普省达苏水电站项目出勤班车 在俯施工现场途中遭遇爆炸 针对这起事件 巴基斯坦外交部刚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声明 称这辆汽车是因机械故障导致气体泄漏引发爆炸后坠入深谷 并称正在对此事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巴外交部表示 共有9名中国公民和3名巴基斯坦公民丧生 地方政府正在为伤者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巴外交部正与中国大使馆保持密切联系 协作配合 巴基斯坦和中国是亲密的朋友和铁哥们 巴方高度重视在巴中国公民项目和机构的安全 在7月14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方对巴基斯坦开普省发生炸弹袭击 造成中方人员伤亡事件 表示震惊和谴责 中方已经要求巴方尽快彻查真相 进拿凶手予以严惩 并切实保护在巴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此前发表声明称 事发后 中国驻巴使馆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联系巴基斯坦军方 外交部 内政部等相关部门 要求巴方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全力救援和救治 加强对中方在巴机构项目人员的安保 并尽快查明此次事件真相